初九拜庭宮 各地天宮廟被擠爆 但拜庭宮 麥克風禁忌超級多 一整桌供品要幫玉皇大帝慶生 拜庭宮最佳時程是 初八晚上十一點到初九早上七點 供品要全素 最重要的是米跟水 燒香燒精紙 也能用米來取代 健天即可啦 今天來拜就是拜庭宮 大家不要燒精 以米來帶精就可以 初九一整天說話要很小心 不要發毒誓 因為這天發誓最靈 千萬別用手指貼 不禮貌 也別說死這個字 拜庭宮開運 穿衣服也有巧思 白色黑色是非常忌諱 因為好像比較無悔的意思 大行大廚的 竹色的金色的都好 初九也是兔年第一個天色日 民眾補財庫 凌晨五點到下午三點 是拜拜好時機 前程懺悔最靈驗 對爸爸媽媽不夠孝順 不夠聽話 對我的職業廠上 我不夠認真 這個就是誠心懺悔的 最好的方法 農曆年後 盤點三個生肖 咬發了 豬 牛 鼠 桃花和財運 運使爆棚 另外五大星座 財運旺 摩羯 金牛 射手 處女和母羊 正財運大加分 初九拜庭宮補運 天色日補財庫 把握最佳時機 也要小心 發誓止天 禁忌 別踩雷 解松配從黃世雲 高雄報導 我是陳怡榮 播報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棚內的第一線 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 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和開啟小鈴鐺喔